交通部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今年增设的豫长风兵械游轮式列车 11月是正式启动了 让漫游花东纵谷以及东部海岸的游客 更加舒适方便的乐游山海之间 在后一期期间 安心旅游方案推动下东部海岸线 以及花东纵谷成为热门目的地 东莞处持续行销台湾好行东部海岸线 11月份正式启动豫长风兵线游轮式列车 让纵谷以及海岸无距离 让游客的漫游更加舒适 然后也让大家游到长宾 然后到风兵有一个安全的路线可以走 所以我们花了整整两年上市 那终于到今年 在各方的终于之下终于可以完成 豫长风兵线游轮式列车串连玉里 长宾 风兵等沿线景点 每天一班车上午10点50分从玉里火车站出发 下午4点50分返回玉里火车站 途经安通温泉 长宾 北回归县 十梯渔港 十梯平 金刚大道等知名景点 为了鼓励游客淡季出游更加码 在10月7号起到11月30号 事半免费搭乘活动 另外名字当中有玉 长风兵金刚等任一字者 到12月31号之前都可以免费来达成 记者高雄雄玉里震采访报道